三日后就设宴 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 紫禅说了 所有的事物交给她就可 咱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只需要给她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她去你请点来便可 娘娘 定青怎能如此草率呢 眼下离设宴不过两日有余 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 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 唐子 这些紫禅都已经考虑过了 她说了 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 不必管其他人 可曾想这个林不宜 是如此草率之人 行事也如此不谨慎 女君 两位女公子 承阳和夫人到访 她来做什么 当日装病不可下屁 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 如今到亲自登门 连访 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 去酒追堂迎客 是 是 对 双声 不在买 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怪不得子盛这般急于娶你 上次没来下聘 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 这次岂能错过 禅阳侯夫人倒是健忘 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 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 责罚我来着 再说我们子盛年岁不小了 现在娶妻怎就着急了 对 夫人不是子盛的亲身阿母 许是忘记她生辰了 少商 许是听子盛说了些对我的怨言 心有不满吧 不过往事已已 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 还能不认侯爷吗 子盛碍于君华阿子在 软不下身段来 可不得有我这等妇人 先走一步吗 程延侯夫人的消息 可真够灵通的 我身为少商的阿母 方才知晓 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 你倒是迅速得很 只要我心在子盛身上 她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 夫人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请问 夫人是何时寡居到凌驾的 是霍夫人嫁去之前 还是之后 妾身命远不济 潜伏亡故之后 无处可去 只好投奔姨母家 姓由君华阿子照顾 那就是婚后啊 听闻当年 程阳侯夫人和霍夫人 相处甚邪 亲如姊妹 夫人服侍左右 无有不体贴 我却与阿子相处甚为和睦 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 侍奉外兄与阿子 但不知为何 君华阿子竟不肯容我 非要我性命 我知道 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 不愿与你挤在一处 往事 对 不提为妙 我此番前来 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 商议如何操办 对了 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 这两位婢子 是我花十万钱从南方买来 歌舞刨出样样精通 今后就留在府上 将来好伺候你和子盛 程阳侯夫人当真是 请不吝点赞 那我们不选择 请不吝点赞 证明 视频 我之前 可能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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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 你休想进我们凌家的门 我们走 秦聪 送客 不必送了 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 娘娘 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是 她虽不是此生的亲生母亲 终究有名分在 哪怕不来往 也总会相见 你说你 你怎么如此任性 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 阿母 我昨日见了霍夫人 若不是她 此生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 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着 与这种人须一为你 我当真是做不来 可是女公子 若定亲宴 她当真拦着你 不让你进门 岂不是笑话 这哪有待下女娘 被拦在门外的 你等着看吧 届时 谁进不了谁的门 那还说不定 今天不是灵将军与城市的定亲宴吗 怎么不见宾客呀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 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宫府上 而在曲陵侯府 此生又不是入赘 定亲宴怎么弄到成家去了 这么大的事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我也在想 如此大事 但是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 走 去曲陵侯府 我家少主公吩咐过 今日曲陵侯府宾客 悉数出示请帖 若无请帖 我再也没落下 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 今日无我 这婚也想定成 秦灵侯真是好福气呀 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 这都城里 谁人不想林将军做狼婿 她去万里挑衣 相当了你们家的城寺娘子 我城市啊 总算要苦尽甘来了 代少商出了家 那我家的宋儿 也该娶新妇了 你说是不是啊 亲家 成了两家在一亲 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 不是说十三娘指招入赘的吗 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 我并不知道 入赘 入什么赘啊 你不要浑说 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 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 怎么没见林将军啊 这订婚的日子 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 也是啊 来来来 大家蹲起酒杯 同喜同住 女公子 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 她让我嘱咐女公子不必心交 她一会儿便当 今日无论遇见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女公子都不用慌 该骂就骂 该闹就闹 你姐有她呢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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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不是从不爱凑这样的人了 说什么浪费时光 这剧众看人成亲的癖后 那还不如在家中多读几本圣贤书呢 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碗人呢 你懂什么 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 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便是成亲 我与成少商好歹师徒一场 不能明知前路艰险 还游着她往里跳啊 那若这成亲是苦海 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 都要往里跳呢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如你家公子我般 看得通透 好 好 那敢问通透的公子 那对人是作甚的 二位夫人 请柬 没有请柬 我看谁敢拦我 赌杨王妃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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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 成少商何在 对 是 好 感谢观看 我在 成是 还不速速跪下认罪 我有何罪 你无才无德 不忠不孝 难道不是罪吗 汝瑶王妃 今日突然前来未曾远迎 还望恕罪 不若我请王妃 去上座用宴 我没有收招你们情帖 何来颜面赴宴 若非带了王府侍卫 怕是都进不来 你们取陵侯府的大门吧 上座 老身更是担不起了 是我府上疏忽了 汝瑶王妃地位高贵 无有情帖 也可以畅通无阻啊 哼 说得真好听 你们这些后生 忘却长辈恩典 不请我便也罢了 庆连未来君姑都不厌弃 是否太不知礼数了 启陵侯夫人 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 这不知礼的小女娘 来人 把她拿下 是 是 不知礼数了 这只不跟我们承家面子 启陵侯夫人 汝瑶王妃 你虽未高人贵 但我家将军 也并非不依百姓 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 汝瑶王妃擅自责罚小女 是否有些欺人太甚 圣上在老身面前 也要尊称圣叔母 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气 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 谈不上欺辱 来人 给我掌这承上上嘴吧 是 是 谁敢 老王妃 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 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 这承家各个粗鄙不懂理 如此武将之下 怎么配得上十一郎 绍商虽是粗鄙 但也知晓廉耻 不似某些人 爬上自己外兄的床 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 也做得出来 你 当这长辈的面 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工 我方才并未止民道兴 老王妃 不必如此着急对浩如座 再说 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工 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 今日来的军工 是哪位啊 放肆 我说的是承阳侯夫人 就是爬上自己外胸床的那位承阳侯夫人 你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 我看谁敢拦 叔母 若鱼要拦着呢 皇后物样 皇后物样 免礼 免礼 今日 于为子盛和少商病轻之事而来 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 不必拘束 陈伯夫人 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 于想借一步说话 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 有 请皇后移步 叔母 陈阳侯夫人 咱们一同吧 是 少商 你也一起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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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